這樣可以好好休息 抱歉,我姓楊,我是這塊基地的祝福 這個已經經過大概六七場了 我覺得說可能落差還是有差那些些 我想說因為我抱歉是公文人員 然後這個是不是柯市長可以整合一些單位 其實可以去會看後面這一條路 因為現在容積不夠 是不是可以把他這條道路的 留這個八米道路是不是有這個必要性 如果沒有是不是可以併進來 因為這樣整個都解決掉 因為後面留一條小路是沒有用的 整個後面你如果說能夠變更這個道路 因為這一條道路把它變成併進來之後 那整個容積就全部都解決掉了 這個是我的建議 因為這樣子的情形 大家沒有一瓶換一瓶 其實到最後可能就是強制徵收 到時候造成你這一塊基地 其實在上上次也有提到 最後結論說萬一不行通通口就弄到那邊 你們這邊就以後等解禁之後再找劍商和劍 到時候就可能這個結果 因為我相信我在這邊聽了聲音 大概差不多不到一半的同意 所以你這樣走到最後一定是拖的 沒辦法照你們理想的目的一直在走 走到最後真的就是已經拖了三年 我已經大概參加七次左右 都沒有往前推進 容積還是算在這個地方 那以前洪景有來 他已經到達一瓶可以換一瓶 現在政府不行 那讓你們分回去一些容積 可是政府沒有想辦法 他沒有一個聯合去會看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開發 那每次你們有你們的權限 到最後變成是又不歡而散 我想很多人都不同意說 我的家園被強制徵收 謝謝大家 很小的問題 其實這個應該一開始就要請假了 就是那個一開始我們里長好像也提到 應該說主席跟里長同時共同都有提到 就是說今天來這邊程序 然後這個參與者 那我建議其實應該是這樣 公經會應該你們也蠻注意 可能官員比較客氣 我替官員撐邀 以後呢請你們主持這個會議 要求發言者先表明身份 好比說小弟我像上次剛剛發言的時候 我就有講 我是將槓 到底下西藏裡面 我們一定要的話呢 我把地址報出來都可以 這樣比較清楚啦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這個一定要排斥外來 像我們里長也講 然後有鄉親啊或者怎麼樣 其他有興趣的 當然歡迎共同參與 可是優先是我們住在這邊的 真正的地主才對嘛 所以發言的時候先表明身份 這是我建議啦 下一次 我附帶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 大家這個做得也比較久一點 這個 對 如果有一些大家需要 鄉親 這個說需要 需要一點飲水啊 或者怎麼樣 看看場地能不能提供 這樣子 這是附帶幫忙提 哈哈哈哈 兩項都屬於會議的權宜問題 謝謝 謝謝 不曉得 還有沒有地主 剛剛那個先生齁 我大概 就是說他提到說 當初洪警 然後有提整個都市更新案子 然後有針對所有住戶一瓶 換一瓶的部分的話 然後我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因為那個案子的話基本上 我也有稍微的了解一下啦 那我跟大家說明 他那個案子的話 其實他有辦理容積移轉 對 那 目前的話 我們這個基地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理容積移轉嘛 對 所以說他的容積移轉的話 其實 建商辦容移的時候 也會吃掉你的土地的成本 所以說你的土地的話 如果說假如說 假如說這塊 基地的話 然後整個攤好的話 是六四分 假如說你十平的話 然後你分 到最後整個 都市更新之後 你分回來四平 但是洪警那個建案的話 其實他有辦容移的結果 到時候 沒有錯你的室內面積是增加了 但是你的土地可能會從原來的六平 然後可能會縮成五平 或是四平半 所以說 其實這個東西 這是 這個東西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 單純就是一個數字遊戲 那也許對你的 房屋的價值來說 整體價值不一定有增加 我想跟你做個說明 對 上報告 謝謝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大家要對 所以 市政府有信心 其實 政府給的容積 絕對會比 洪警 那時候辦理都市更新的時候 所給的容積 然後要來的多 這是絕對的 對 那只是說 剛剛 林理長有提到說 是我們這邊也找一家 那個建價公司 我想 我們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權利 但是 我們這邊大概可以協助 大家就是說 如果今天的話 在找建價公司的時候 他整個建價出來的結果 然後 我們會找 我們所熟悉的 就是 有關那個 建價師 他來幫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建價結果 到底合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我跟你講喔 建價公司都是有連通的啦 他估出來的地點 你敢說他估價不錯誤嗎 他估價不對嗎 我想說啦 我想這樣子 我剛剛是說 決定期 找一家 本來是我們說 我們住戶找一家 但是 我是說 你議員 負責 看幾個 住戶幫你找一家 沒有我可以提供六家給你啦 那 茂蘭找一家 決定期找一家 你們負責找一家 是他們出錢又不順利出錢 這就不要公平性 不要他們 三家都他們找 那我們當然是三家找 估價最高的那一家 來 為我們 應分配的價錢 呃 對不起 我想說 有關找估價是這個部分 齁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還沒有進行 呃 那你當然是9月1號之前就要估價了嘛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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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得說 那你是學9月1號那天的估價嗎 他是 之前就要估價了嘛 是9月1號 學9月1號那天就好了嘛 另外就是說 我剛剛要講的就是說 有關我們找幾家估價師 估價的方式 這個幾家估價師怎麼出來 剛剛我講過就是說 公平照片 到時候我6月1號的 向商務級申請出來的 蛤 他是向商務級申請出來的估價公司 喔不是啊 那我們知道怎麼出來 我們會把這個 到時候的那個估價師的 呃 領選的一個方式齁 會到6月1號的那個 公平裡面 再跟各位地主 再做一個更想要說明 我剛剛想到的意思 公平合理 透明 這是一定的 那另外剛剛就說 有關於楊先生講就是說 八米大陸納路開發這部分齁 我們是會納路紀錄 然後到時候還是用書面的跟 跟各位地主做個回覆 有關那個9月1號的那個價格日期 因為9月1號我們訂這個價格日期 可是他去收集前面 一年或半年的一個案例 來做一個比較 那這個案例從那個 就是市場的那個 實價登陸的資訊裡面 他要大概有落差一個半月左右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左右 所以他大概要到10月中 他才能去找之前的案例 然後來做一個比較分析 所以價格日期 雖然是9月1號 可是他實際出來 大概要10月中 才可以開始做整個部價報報 先跟這個地主講 現在地主講 那這個是新公司啊 沒有 如果說這公司 他們老早連連天都出來連同的 沒有 因為他的案例收集 一定要從實價 所以他要從實價登陸的案例去找 找一個適合的 對 就從裡面去找 跟這個比較穩合的相關案例 然後再做比較 我是覺得 可能大家有一個小地方沒有聚焦啦 沒有差異 你們兩前搶的都沒有差異 我相信我們林理長講的意思是說 作業可以提早做 我們委託一定會先委託 我們一定會先委託 公司平常他們都有在電腦的連線 當然不是說 我們9月份才委託 不是 我們現在開始作業了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作業了 我們被前面就去委託 那委託好以後 他最後的報告出來 肯定是11月 三個月就把你改出來 所以說我現在不贏 你是公開公平合理 怎麼去 那本來就是公開公平合理 他要先要給我們看的 對 那是假的會忘 會ID 到時候一定會 只要給你們看 去給地主看 地主要不費多少 可文費多少錢 就那個結果出來 我們會算給各個地主 讓你知道說你的價格是多少 那地上戶將來 我們會去現場查顧 所以也希望各位地主 將來能夠配合 讓我們去 就是家裡面去做查顧的動作 將來這個市價 土地的跟地上戶的 才會出來 那你們最後 大概年底或明年初 我們開協議會的時候 大家就有看到這個數字 你們再來做決定 我看市場戶都會給你們進去 對 好啦 謝謝大家的配合 謝謝 那我想說 時間蠻晚的 那我想說 我們第一次公聽會 先開到這邊 那大概我們 今天所有的那個 喔 剛剛我還 我還 都回答了徐先生的這個問題 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公聽會 不是針對這塊界地主 就是說厲害關係的 也可以提出意見 所以我們不能去過濾這些身份 不是過濾 表明 表明 大家知道誰在誰 什麼意見 我也很歡迎熱心的 這個 我剛剛講 因為等厲害關係 他都可以來表達 只是說大家才知道 這個是參考的熱心的人士的意見 這個是我們地主本身的意見 這會議本來發言 本來正常程序 這個會議規範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是想說你們很客氣 我替你講出來 讓你們下次好辦 謝謝 那我想說今天 我們第一次公聽會 大概也會把各位地主說的 現場提出意見 甚至就是說 現場沒有提出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書面的意見 到時候只要提出意見 我們都會在紀錄 會在一個月以內 會用正式的那個書面回覆給各位 那另外就是說 第二次開空店的時候 會把第一次的大家的意見 會在現在再做個回覆 那今天也是謝謝各位地主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次的公聽會 就開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